英國時期和夏令時期的問題 只是調時間的問題罷了 輕而易舉 但是在西班牙 竟然演變成了政治議題 相當特別 西班牙持續多年的經濟不景氣 以及高失業率 讓全國上下 都在努力找尋解決的辦法 他們認為 西班牙人睡午覺 Siesta的習慣 是導致生產力低落的原因之一 因此應該要進行檢討 在這波討論的過程當中 西班牙國會議員 竟然把矛頭指向 西班牙時區的不當劃分 目前西班牙的時間 和德國相同 原因是在1942年 當時的西班牙獨裁者佛朗哥 想要跟納粹看齊 因此就把西班牙原來的西歐時區 改為和德國相同的中歐時區 這種改變 使得西班牙的時鐘 必須撥快一個鐘頭 國會議員表示 時間提早了 但是人們的生理時鐘 卻沒有跟上來 造成西班牙人 一到中午就想睡覺 沒有心事工作 而且也使得西班牙人的中餐 和晚餐的時間特別的晚 打亂了生活秩序 在這種時空背景下 西班牙國會考慮要將 西班牙的時間調慢一個小時 改成和英國葡萄牙一樣的西歐時區 藉此來改善西班牙人的作息和工作效率 這種改變 真的能夠提升西班牙的生產力嗎 值得觀察 下午兩點鐘一到生意人關店鎖門 上班族暫時拋開工作 在許多西班牙人的觀念裡 工事再要緊都不能凌駕於午休之上 西班牙的上班時間分成上下午 上午從九點到十四點 下午從十六點到十九點 中間兩個小時的空檔 工人可以自行運用時間 假使離家近就買午餐回家 邊吃飯邊看電視 然後拉上窗簾小睡片刻 午休對西班牙人而言 不是懶惰惡習 而是文化傳統 隨著經濟日漸低迷 動輒兩三小時的午休時間 被攤在放大鏡下仔細檢視 很多人認為西班牙式的午休 將下班時間拖延到晚間七八點 在公司時間被無意義的拉長 導致生產效率低落 現在取消午休的呼聲越來越高 甚至有民意要求 重新檢討西班牙現行的時區制度 一個國家決定自己的時區 首先會參考領土所在的精度位置 事實上在1942年以前 西班牙與鄰國葡萄牙 以及英國一樣 採用西歐時區 不過二戰爆發後 佛朗哥獨裁政府宣布追隨希特勒 將西班牙時間調快一個鐘頭 與德國同步 自此西班牙就改成中歐時區 雖然中歐時區已在西班牙 實施超過70年 不過一般人的步調似乎始終沒有跟上 例如大家總在下午兩三點吃午飯 晚上九點多採用晚餐 最後壓縮到晚上睡眠時間 影響隔天工作 西班牙議員提案更改時區制度 回到西歐時區 議員的報告指出 將時間挪後一個鐘頭 有助於改善西班牙人的日常作息 不僅能提高生產 而且能降低睡眠不足造成的事故 更動時區勢必會牽連到一個國家的內政經濟 教育交通各層面 許多民眾並不樂見時區招令戲改 不過也有人認為更換時區引起的不便其實很有限 一切只是適應的問題 西班牙經濟兩年來首度正成長 第三季GDP小幅增長百分之零點一 不過政府估計至少有百分之八的國民生產毛額 因為過長的午休以及太短的夜間睡眠而犧牲掉 目前當局打算向經濟強國看齊 回歸朝九晚五提高競爭力 如果西班牙真的因為睡午覺和太短的睡眠 而犧牲了經濟生產 那麼時區的問題就應該要盡快調整了 好接下來我們來談談